我丈母娘退休金一万五千 却让月薪六千的我给她孝敬生活费 老婆非但不帮我 还加倍剥削 每月只给我留六百元 下班回来还要家务全包 给他们娘俩洗脚锤背 为了孩子 我一忍再忍 工作到六十三岁 最终在退休前积劳成疾 临死前 却听到丈母娘对老婆说 就什么就 等她死了 孩子就能和亲爹团聚了 我如遭雷击 原来老婆早和她的男闺蜜有一腿 还偷偷转移了我父母留下的遗产 给男闺蜜买了三层大别墅 我与老婆争吵时 被丈母娘和儿子一起拿枕头闷死 再睁眼 我重生到假儿子出生这天 柳如颜抱着孩子 一脸慈爱 像极了嫌弃良母 可惜 我知道这拂面具下 藏着怎样一副贪婪的嘴脸 远航 妈年纪大了 还要帮我们带孩子 太辛苦了 以后你就多给妈转四千块生活费吧 柳如颜一边说着 一边给我实眼色 我心里冷笑 四千 上辈子你们拿的又何止这些 我装作疲惫的揉了揉太阳穴 老婆 孩子刚出生 开销大 等过个一年 开销大 何着你想让我当苦力 丈母娘王丽华一拍桌子 尖利的声音像指甲划过黑板一样刺耳 现在的男人 一点担当都没有 就想着啃老 失局户 我心里一阵恶心 上辈子我被他们洗脑 真把他当亲生母亲看 尽心侍奉 而他们呢 拿着我的钱吃香喝辣 买各种名牌包包 花钱如流水 怎么 你不愿意 王丽华见我不语 挟着眼睛看我 语气里充满了威胁 你每个月工资六千 交给你老婆管 他帮你存着 免得你乱花钱 以后啊 每个月就留六百块给你做生活费 够你吃喝了 柳如烟也在一旁帮腔 就是啊 远航 你看妈年纪也大了 每个月就那么点退休金 不够养老的 你得多赚点钱 才能让我们娘俩 还有儿子过上好日子啊 我冷笑着看着他们一唱一和 心里像吞了苍蝇一样恶心 上辈子他们就是这样 把我当成摇钱树 无限度地压榨我 这次 不会如他们所愿了 我假意答应上交全部工资 还不小心透露出 父母给我留下另一笔遗产的事 果然 不出所料 当天晚上 王丽华和柳如烟 就偷偷摸摸地跑到房间里 试图用生日 是我的银行卡密码 结果自然是试不出来 气得王丽华破口大骂 柳如烟也在一旁小声抱怨 我躲在门外 将他们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 嘴角不禁勾气 一抹冷笑 妈 这死鬼的密码不是生日啊 怎么办啊 柳如烟焦急地说 别急 我就不幸撬不开她的嘴 王丽华眼中闪过一丝阴狠 明天 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她不可 我推门进去 故作惊讶地问 妈 烟烟 你们在说什么呢 王丽华和柳如烟 顿时像做贼心虚一样 慌忙掩饰道 没 没什么 我们在说孩子的事呢 我一把读过我的手机 发现网银界面 显示密码错误三次 账户已冻结 我猛地站起来 气氛道 你们居然敢偷看我手机 还乱生密码 王丽华被我突如其来的怒火 吓了一跳 但很快反应过来 开始反驳起来 哎哟 什么你都我的 一家人还分那么清楚 看看怎么了 扣难 柳如烟也跟着附和 就是 我们这不是关心你吗 怕你乱花钱 量入为初 一家人才能过得好 柳如烟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 我一把读过柳如烟和王丽华的手机 冷笑道 既然是一家人 我看看你们的手机也可以吧 二 柳如烟脸色一变 伸手就想抢回去 你干什么 那是我的隐私 王丽华也急了 指着我破口大骂 我冲耳不闻 轻而易举地输入柳如烟的生日 密码正确 翻看账单 各种奢侈品消费记录 还有旅馆账单 触目惊心 还没等我开口 王丽华突然扑了上来 想要抢夺手机 我一把推开王丽华 点开他的网音 翻看他的银行流水时 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王丽华每个月退休金有一万五 可卡里预额却只有可怜的两万块 我查阅着他的消费记录 发现大部分钱都流向了麻将馆 和一些来路不明的账户 我冷笑 妈 您老人家这手气可真够旺啊 一个月能输掉五万多 王丽华脸色胀红 表情扭曲 我指着手机屏幕 冷冷地对他俩说 这就是你们说的帮我理财 这就是你们说的开销大 柳如烟和王丽华被我揭穿了真面目 哑口无言 他们还想狡辩 却被我一一驳斥 我爸妈留下的钱都被你们败光了 竟然还想动这笔遗产 做梦 柳如烟见狡辩无用 眼圈一红 开始磨起眼泪来 他楚楚可怜地看着我 哽咽着哭喊起来 你不爱我了 你从没想过我和孩子 你只想着你自己 我冷冷地看着他表演 心里没有一丝波动 上辈子我被他这副柔弱的样子 骗了无数次 如今只觉得恶心 别装了 柳如烟我语气冰冷 像一把利刃刺穿他的伪装 你那点小心思 我还不清楚吗 装柔弱好让我心甘情愿为你付出 把我当傻子听爽吧 柳如烟哭声一顿 眼中闪过一丝慌乱 但很快又掩饰过去继续哭诉道 远航你怎么能这样说我 我辛辛苦苦为你生儿育女 你就这样怀疑我 我懒得再和他废话 拍下所有账单 转身回了房间 第二天 我照常去上班 刚打开电脑 就看到公司群里 有人转发了一篇小作文 标题赫然是 嫁给凤凰男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点开一看 文章里详细描述了一个凤凰男 婚后如何好吃懒做 对妻子恶语相向 不给生活费 甚至还变态到抢老婆手机 简直庆竹难输 虽然文章里没有指名道姓 但字里行间都在暗示 这个凤凰男就是我 评论区里 网友们纷纷对文章里的凤凰男 口诛笔发 我冷笑一声 不用猜也知道这篇文章是谁写的 柳如烟 你可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啊 我点开文章作者的账号 果然是他的小号 我默默关注了他的账号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柳如烟 既然你想玩 那我就陪你好好玩玩 我发现柳如烟的小号 经常和一个网名叫 深海之鱼的账号互动 言语暧昧 甚至还有一些露骨的暗示 我利用一些网络技术 追踪到了深海之鱼的IP地址 发现他竟然就住在我们隔壁小区 他叫赵刚 是柳如烟的初中同学 目前是一家外企的高管 而且 他已经结婚了 妻子还是个富二代 更让我恶心的是 赵刚的社交账号里 发了不少他和柳如烟的亲密合照 甚至还有不少在酒店房间里拍摄的 不雅照片和视频 原来 柳如烟一直在背着我和这个男人勾搭成奸 我强忍着怒火 继续翻查柳如烟和赵刚的社交账号 发现他竟然偷偷将我父母留给我的钱 转给了赵刚 在隔壁市置办了一套三层别墅 三 我的心如坠冰枯 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 柳如烟 你好狠的心 上辈子 赵母娘总说我工资低没出息 逼我下班去跑出租送外卖 说他亲戚都开奔驰宝马 我累死累活 一个月给他四千家用 他全拿去打牌 家庭开销 还是全部由我一个人负责 柳如烟更过分 当着我的面 把我的衣服都扔掉 说我穿的寒酸 给他丢人 殊不知 我的钱都被他拿去买奢侈品了 哪还买得了衣服 可是在赵刚面前 他却像换了个人 社交软件里 一口一个赵哥 温柔地能滴出水来 他会亲手制围巾 会煲汤 会撒娇 所有的好脾气 都给了那个男人 还偏要发在网上 被我看到 我暗中继续收集证据 每天下班后 我都会耐心地等待柳如烟 和李强在线聊天的时机 秉信宁神地观察着 他的社交动态 我截取了他与李强健 不堪入目的聊天记录 文字间的暧昧和挑逗 让我心头愤怒不已 一周后 我集齐了证据 终于决定去咨询律师 律师告诉我 柳如烟的经济转移行为 违反法律 一旦离婚 我完全可以为自己 争取更多的财产 我从律师事务所离开 回到了家中 打开门时 发现赵母娘和柳如烟 正坐在沙发上 面色不善 赵母娘质问我 你这今天去哪了 怎么行踪这么神秘 柳如烟则在旁边一脸委屈 老公 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她抬手想要拿我的手机 脸上的一闪而过的 阴狠显而易见 面对他们的质疑 我心中冷笑 我早已预料到这一幕 不等他们行动 我镇定地从口袋里 拿出我的病例 冷冷说道 我去医院检查了心脏不好 有必要多休息 你们看看 出租车和外卖是跑不了了 单位也得请假休息一段时间 赵母娘一听就炸了 指着我鼻子骂 你个没用的东西 这才几岁就心脏病 说出去也不嫌丢人 我们老柳家 怎么就找了你这么个病样子 柳如烟在一旁 假惺惺地拉了拉赵母娘 说 妈你少说两句 远航她也不想这样啊 孩子还小 咱们 她这孩子两个字咬得极重 分明是在提醒我 别忘了还有个孩子要养 赶紧乖乖掏钱 我心里冷笑 面上却不动声色 淡淡道 既然这样妈 你这退休金 每个月也有一万多 要不你先拿出来 给烟烟和孩子用一段时间 我这边养好病 再继续工作 赵母娘和柳如烟 脸色同时一变 估计没想到 我会来这么一出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赵母娘猛地一拍桌子 我一把年纪了 还要养活你们一家三口 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赵母娘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 一下子跳了起来 柳如烟也跟着帮枪 远航 你怎么能打我妈退休金的主意呢 我妈年纪大了 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 我看着他们一唱一鹤 心里一阵恶心 这赵母娘退休金比我工资还高 成天搓麻将 逛商场比谁都精神 却还要我一个病人养活 我岳父娶了他 也是到了八辈子没了 我记得有一次 我与老丈人一起吃饭 我向他请教工作上的事 他却摇了摇头 意味深长地说 远航 生活不易 活得一日是一日吧 他最终在国庆节加班的路上 出车祸意外去世 当时单位给了八十万抚恤金 一年不到就被王丽华和柳如烟挥霍一空 自那以后 他俩压榨的对象就变成了我 当时我新婚不久 心疼柳如烟丧父 为了尽到丈夫的责任 对他百依百顺 却被他当作牛马一样对待 痛苦一生 重活一世 我暗下决心 绝不能重蹈覆辙 丈母娘此时依旧唾沫心子横飞 男人不应该这么脆弱 赶紧给我滚回去上班 别以为装病就能逃避责任 我猛地站起来 一把将病例摔在桌上 逃避责任 病人的责任就是休息 从今天起 我不会给你们一分钱 四 我无视丈母娘的咒骂 直接打电话给公司请了病假 公司自然不乐意 只给我批了两天假 但心脏不舒服可不是小事 医生都建议我要静养 我自然得听医主 我有医院开的假条 不惯着血汗工厂 上辈子因为担心丢了工作 还为了满足丈母娘和柳如烟的无理要求 我拼命工作 连轴转似的身体早就吃不消了 现在我不想再委屈自己了 回到家 我开始过上了退休生活 每天睡到自然醒 然后看看书 练练书法 偶尔网购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日子过得悠闲自在 至于家务 我现在压根不碰 就跟柳如烟和王力华似的 做甩手掌柜 反正我已经病入膏肓了 他们总不能逼着一个病人干活吧 招母娘和柳如烟一开始 还试图指示我 见我完全不为所动 气得跳脚 特别是招母娘 她每个月退休金不少 却一分钱都不肯往外掏 还指望着我养活他们娘俩 现在我罢工了 她自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看看你找的好老公 就知道在家躺着 一点用都没有 招母娘对着柳如烟破口大骂 那声音 整个楼道都能听见 我不光不干活 也不再给他们一分钱 我的工资卡 早就被柳如烟控制了 每个月只给我 可怜巴巴的六百块生活费 现在 我直接停掉了这张卡 重新办了一张 工资直接打到新卡里 一分钱都不给他们 没良心的东西 白眼狼 我们家真是到了八辈子没 才遇到你 招母娘每天变着花样骂我 小区里经常能听到她的咒骂声 我对此毫不在意 任凭他们怎么骂 我就是不为所动 王丽华大概骂了我一个多星期 发现我油盐不尽 开始改变策略了 她不再当着我的面骂 而是跑到小区的花园里 跟一群老头老太太说我的坏话 我那女婿啊 真是作孽 好吃懒做不说 还虐待我女儿 我女儿坐月子 她都不闻不问的 家务事也从来不帮忙 连儿子都不知道照顾 全都让我这个老太婆干 你说说天下哪有这样的男人 真是造孽啊 王丽华说的声泪俱下 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 周围的老头老太太 纷纷对她投来同情的目光 还有人开始对我指指点点 现在的年轻人啊 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就是 一点都不知道心疼老婆 真是渣男 哎 可怜了小柳 嫁了这么个老公 我听着这些闲言碎语 心里没有一丝波澜 上辈子 我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 生怕别人说我一句不好 现在想想 真的没必要 我作为丈夫 该尽的责任我都会尽 但绝对不能卑微到尘埃里 更何况 这儿子 呵呵 我本来打算置之不理 可这些老头老太太 却越说越起劲 甚至开始编排起 我和柳如烟的私生活了 我听说啊 小柳之所以嫁给高远航 是因为被高远航硬逼着怀孕了 不得不奉此成婚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 神神秘秘地说道 真的假的 那这男的也太阴险了吧 可不是吗 小柳多好的姑娘啊 真是被诸拱了 我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 但暗地里也没闲着 小区里的那些老头老太太 最喜欢的就是打听八卦 传播消息 我偶尔会去楼下的气派室转悠 假装和他们聊天 实则有意无意地透露一些信息 哎 李大爷 您说这做人难啊 每个月累死累活才几千块钱 还得被家里人嫌弃 我装作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怎么了小高 你丈母娘又为难你了 李大爷显然知道我们家的一些事情 别提了 我丈母娘退休金一个月一万五 比我工资还高 成天就知道打麻将 家务活一点不干 还说我挣的手 没本事 我故意说得很大声 确保周围的人都听得见 不出所料 我的吐槽很快就在小区里传开了 那些一个月退休金 只有一两千的老头老太太们 得知王丽华每个月有一万五的退休金 心里都开始不平衡了 我说王丽华怎么天天吃香喝辣的 原来人家和我们根本不是一路人啊 可不是吗 一个月一万五 比我儿子挣的都多 还不知足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老王家那女婿也真是可怜 辛辛苦苦挣钱养家 还要被丈母娘一家吸血 哎 除了退休金的事 我还不小心透露了我生病的事 以及丈母娘和柳如烟 如何阻止我休息 逼迫我继续工作的事 一时间 王丽华和柳如烟 成了小区里人人喊打的 恶毒丈母娘和坏媳妇 王丽华以前经常和小区里的 一些老太太一起打麻将 现在 那些老太太都不愿意和她一起打了 老王啊 不是我说你 你家女婿都病成那样了 你还好意思出来打麻将 赶紧回家照顾女婿去吧 王丽华被说得脸上挂不住 气呼呼地回家了 一进门 就看到我和柳如烟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顿时火冒三丈 高远航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在外面胡说八道什么 呜 王丽华的怒吼声 震得茶几上的茶杯都颤了起来 我却像没听见一样 自顾自地换了个电视频道 高远航 你耳朵聋了吗 我跟你说话呢 王丽华几步冲到我面前 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你还有脸看电视 你都干了些什么好事 你自己心里清楚 柳如烟抱着孩子 坐在一旁抹眼泪 妈 你别说了 远航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说着 抬起头 楚楚可怜地看着我 远航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 可是孩子是无辜的 你就看在孩子的份上 别和妈一般见舍了 好吗 我们一家人 好好过日子 孩子的哭声 适时地响了起来 柳如烟轻轻拍着孩子的背 柔声哄着 我看着眼前这一幕 心中冷笑 演得真好啊 可惜 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 任你们拿捏的傻子了 我故意叹了口气 露出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 妈 你消消气 我也不知道外面 怎么会传成那样 我以后一定好好努力工作 多挣钱 再也不惹你生气了 王丽华见我服软 脸色稍紧 但语气依然强硬 你知道错就好 明天开始 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在家 带孩子做家务 别再给我出去惹是生非 我点点头 顺从地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 王丽华和柳如烟 就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出门了 说是要去逛街做SPA 我好心地提醒他们注意安全 早点回来 等他们一走 我立刻带着孩子去了医院 看着亲子鉴定报告上 那刺眼的不匹配三的字 我心中最后一丝侥幸也破灭了 好一个柳如烟 好一个王丽华 你们真是把我耍得团团转啊 我收好亲子鉴定 在律师事务所待了一下午 和律师敲定了所有细节 要是拧动门锁的声音 伴随着一阵浓重的香水味 王丽华和柳如烟回来了 我坐在沙发上 面前的茶几上放着那份亲子鉴定报告 哟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不玩到半夜不罢休啊 我头也不抬 语气里充满了嘲讽 柳如烟把刚买的包包 往沙发上一扔 风尘仆仆地坐在我身边 故作轻易地挽住我的胳膊 哎呀 这不是想着家里还有个宝贝和老公要陪吗 少来这套我一把甩开她的手 拿起桌上的文件袋扔在她面前 自己看看吧 柳如烟不明所以地打开文件袋 王丽华也凑了过来 下一秒 两人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变得煞白 这 这 这怎么可能呢 柳如烟慌乱地翻看着文件 语无伦次地解释着 一定是医院弄错了 对 一定是弄错了 我冷笑一声 弄错 柳如烟 事到如今 你还要编到什么时候 王丽华一把抢过文件 仔细地看了又看 脸色铁青地将鉴定报告撕毁 指着我鼻子骂道 高远航 你什么意思 你敢怀疑孩子不是你的 我冷笑 你撕的那份只是复印件 我随时可以回医院调取检查记录 柳如烟见我动了真怒 吓得脸色惨白 抱着孩子就哭了起来 远航 你听我解释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解释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冷笑一声 走到电视柜前 拿起自己的手机 我的好老婆 你不会真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那些迫事吧 我点开手机上的蓝色社交APP 故意放大音量 翻到一个熟悉的账号 刚歌很强 柳如烟的脸色瞬间变得更加难看 嘴唇颤抖着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让我看看 我的好老婆平时都在网上干什么 我故意装作漫不经心地滑动着屏幕 语气却冰冷刺骨 哦 原来是和野男人约会 开房 拍视频啊 真是精彩分成 让我大开眼界啊 我点开其中一个视频 故意把音量调到最大 王丽华一开始还耿着脖子嘴硬 什么乱七八糟的 网上的东西哪能信 说不定是你自己 他话音未落 手机里就传来柳如烟 焦滴滴的声音 那声音和他平时在我面前装模作样的语气 简直判若两人 宝贝 你轻点 视频里 一个男人赤着上身 看不清脸 正抱着柳如烟 男人虽然没有露脸 但我一眼就认出了 他身上的那块纹身 一朵妖艳的蓝色妖姬 这块纹身 我曾经在柳如烟的微信列表里看到过 当时我并没有多想 现在想来 真是细思极恐 六 怎么样 我的好老婆 这些视频够不够精彩 我猛地关掉手机 冷冷地看着柳如烟 他瘫坐在地上 脸色惨白 泪眼婆娑 像一只被踩到尾巴的过街老鼠 我 我 王丽华见识不妙 立刻跳出来护着柳如烟 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高远航 你还有没有点良心 炎炎都哭了 你还逼他干什么 逼他 我冷笑一声 指着手机屏幕上那个男人的背影 行 你说说 这男人是谁 亲口说出来我就不逼你了 柳如烟支支吾吾 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怎么 说不出来了 我不不紧逼 语气冰冷刺骨 要不要我把这些视频 发到你的朋友圈 发到你的家族群 让所有人都认认 不要 柳如烟尖叫一声 像疯了一样扑过来 想要抢走我的手机 我早有防备 在他扑过来的一瞬间 反手一扭 轻易地躲开了他的攻击 顺势抢走了他的手机 柳如烟慌了神 还想上来抢 却被我轻易躲开 我冷笑着看着他 点开他和那个蓝色妖姬头像的聊天界面 用他的语气发了一条信息 亲爱的 今晚老地方 不见不散哦 消息刚发出去 对方就秒回了一条路股的信息 甚至还发来了一张不堪入目的照片 照片里 一个男人赤裸着下身 脸上带着猥琐的笑容 赫然就是视频里那个蓝色妖姬纹身男 我心中冷笑 真是天主我眼 柳如烟看到这一幕 顿时慌了神 手脚并用地爬过来 想要抢回手机 却被我挡开 高远航 你干什么 把手机还给我 他歇斯底里地尖叫着 却不敢冲上来硬抢 我冷笑着看着他 眼神像是在看一个小丑 怎么 心虚了 怕我曝光你的丑事 我故意把手机举高 不让他碰到 把手机还给我 柳如烟急得都快哭了 却毫无办法 就在这时 我突然感觉到身后有一股凉意 我猛然回头 只见王丽华正举着手机 对着我和柳如烟的方向拍摄 我心中一惊 这老妖婆 什么时候开始录像的 我看着王丽华举着手机 脸上带着一抹阴痕的冷笑 心中顿时明白 这老婆娘是想给我来个现场直播 各位朋友 你们看看 这就是我那好女婿 好吃懒做不说 现在还想打人 王丽华声泪俱下 对着镜头开始她的表演 妈 你别说了 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惹她生气的 柳如烟也配合得哭哭啼啼 仿佛我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人 还没等我说话 王丽华突然尖叫一声 手中的手机也应声落地 你 你打我 王丽华捡起手机 镜头朝着我 我心中冷笑 这演技 不去演戏真是可惜了 妈 你没事吧 柳如烟连忙跑过来 假装查看王丽华的伤势 我 我头晕 快 送我去医院 王丽华装模作样地扶着额头 一副快要晕倒的样子 我瞄了一眼王丽华的直播间 不出所料 直播间里炸开了锅 网友们纷纷关心起他们母女俩的安危 同时对我口注笔伐 天哪 这男的也太狠了吧 怎么可以打老人呢 这种男人就应该抓起来坐牢 支持报警 绝不能姑息这种家暴男 王丽华看着网友们的评论 嘴角勾起一抹阴谋得逞的冷笑 他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 喂 老李啊 是我 王丽华 你帮我联系一下媒体 我这里有个大新闻 王丽华退休前在宣传部门工作 认识不少媒体朋友 他利用自己的人脉 将我塑造成一个家暴成性的渣男形象 并将这件事吵得沸沸扬扬 一时间 我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公司领导也知道了这件事 把我叫去办公室谈话 高远航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公司形象都被你毁了 领导指着我的鼻子 唾沫星子都喷到我脸上了 他根本不给我解释的机会 直接宣判要解除与我的劳动合同 我想起上辈子 自己生病后在上班途中发病 公司高层却多番推托 不给我报工伤 再加上被柳如烟控制经济 我最终病情延误而死 这样的公司 确实也没有待下去的必要了 行 既然这样 那我也不必留下了 我平静地打断领导的咆哮 扯掉公牌扔在桌上 无故辞退员工 你就等着吃官司吧说完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公司 任凭领导在身后气急败坏地怒吼 离开公司后 我没有丝毫地沮丧 反而有种如是重负的感觉 我拿出手机 拨通了律师的电话 王律师 明天我会来签署起诉书 起诉柳如烟 婚内转移夫妻共同财产 另外 帮我你一份举报信 我要举报王丽华的前同事 恶意造谣诽谤 证据我会发给你 挂断电话 我深吸一口气 打开微博 将之前保存的所有视频和证据 全部上传 并配上一段文字 是非黑白 自有公论 我 高远航 深圳不怕影子写 微博一经发出 瞬间引爆网络 起 我看着微博评论区的风向转变 心中没有丝毫的波澜 王丽华以为找几个媒体朋友 就能一手遮天 网络是有记忆的 我之所以选择隐忍 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 现在 是时候让他们母女付出代价了 不出所料 我的微博很快就被顶上了热搜 网友们纷纷按相关部门 要求彻查此事 王丽华那些所谓的媒体朋友 迫于舆论压力 也开始删除之前发布的不实报道 更让我解气的是 王丽华那个在宣传部门工作的前下属 因为帮他传播虚假谣言 被停止了 这老小子估计肠子都毁清了 当初怎么就猪油蒙了心 帮着王丽华来对付我呢 他被停止后 估计是破罐破摔 直接实名举报王丽华在职期间收受贿赂 滥用职权 这下事情闹大了 没过多久 王丽华就被纪检部门带走了 看着他被带走时 那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痛快 王丽华被抓后 柳如烟彻底慌了 他哭着跑到我面前 求我放过他和他妈 远航 我知道错了 求求你 放过我妈吧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做人 一心一意地爱你 再也不做对不起你的事了 他边哭边试图来拉我的手 我厌恶地躲开 看着他那张哭花了妆的脸 只觉得无比恶心 柳如烟 你说这些话 你自己信吗 我冷笑一声 你扪心自问 你对我 对这个家 有过一丝一毫的真心吗 我 柳如烟哑口无言 只能不停地哭泣 现在知道哭了 早干嘛去了 我站起身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柳如烟 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 我转身离开 留下柳如烟 一个人贪坐在地上 绝望地哭喊着 不久后 法院的判决下来了 不出所料 我胜诉了 柳如烟因为婚内出轨 转移夫妻共同财产 被判谨深出户 我追回了父母遗产 买的那套房 也通过法律途径 追回了藏在赵刚那的存款 王丽华那边 因为贪污受贿的罪名成立 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曾经风光无限的他 如今沦为阶下囚 每个月一万五的退休金 也彻底泡汤了 王丽华被判刑的消息 很快传遍了整个小区 他瞬间成了被大家唾骂的对象 我心里暗爽 这老妖婆也有今天 至于柳如烟 他从我这里讨不到好处 就带着孩子去找赵刚了 估计是想母凭子贵吧 我原本以为 就凭柳如烟那副狐媚子样 赵刚肯定招架不住 说不定还会为了他抛弃妻子 可我没想到 现实却狠狠地打了我的脸 那天 我约了朋友在一家茶馆喝茶 正好碰见我朋友的熟人 他在赵刚公司上班 说这两天出大新闻了 原来 柳如烟被赵刚安排进了公司 天天在办公室偷情 结果 却被赵刚的老婆堵在了公司门口 赵刚也是个有妇之夫 而且还有个女儿 他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和家庭 当场就翻脸不认人了 指着柳如烟的鼻子破口大骂 臭婆娘 当初是你勾引我的 说大家只是玩玩 现在你被你老公甩了 就想来赖上我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 就你这样的 给我提鞋都不配 爸 柳如烟估计也没想到 当初在他面前甜言蜜语 承诺要给他一个未来的男人 竟然会说出这种绝情的话 这哥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着 当时的场景 那女人也是个狠角色 二话不说 上去就给了赵刚一刀 血忽烂烂地往外冒 把周围的人都吓傻了 最后还是保安把这女人控制住 然后报警把人抓了 好像判了好几年呢 我听得一愣一愣的 这剧情比电视剧还精彩啊 那赵刚怎么样啊 伤得重不重 我追问道 听说伤得不轻 差点就交代在那儿了 对方喝了口茶 接着说 赵刚老婆也够狠的 直接跟赵刚离婚 那公司是他的 赵刚当天就滚蛋了 现在还没找到工作呢 估计他肠子都毁清了吧 我冷笑一声 活盖 柳如烟和赵刚 这两个狗男女 一个为了钱 一个为了色 沆瀣一气 现在落得如此下场 真是大快人心 那他女儿呢 赵刚和他老婆离婚了 孩子归谁 还能归谁 当然是他老婆啊 听说赵刚近身出户 带着他和柳如烟 那个野种赵小天 孤苦伶仃的 嘖嘖嘖 我暗爽 这可真是报应不爽啊 但心中忽然又涌起 一丝复杂的情绪 赵小天原本是个 无辜的孩子 有那样的父母 他未来不会好过 但 那都与我无关了 朋友拍着我的肩膀 语重心长的说 兄弟想开点 你啊 就当是被狗咬了一口 以后找个好女人 好好过日子 我苦笑一声 说不出话来 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响了 是公司人事部打来的 喂 是高远航吗 你明天来公司一趟 办理一下离职手续 我皱了皱眉 没好气的说 是你们恶意辞退我的 还办什么手续 高远航 你别太过分了 公司念在你工作多年的份上 不跟你计较损坏公司名誉的事 你还想怎么样 对方语气不善 呵呵 不想怎么样 劳动仲裁吧 法庭见 我冷笑着挂断电话 半年后 仲裁结果下来了 我赢了 公司赔了我一大笔钱 估计够高层那帮孙子 喝一壶的 拿着这笔意外之财 我心里说不出的痛快 再加上父母的遗产 我盘下了一间临街店铺 开启了小超市 说来也巧 我那小超市 离赵刚老家不远 每天早上 我都能看到赵刚 灰头土脸的出门 垂头丧气的回家 他可比之前落魄多了 脸上胡子拉茶的 衣服也皱巴巴的 完全没了以前 人母狗样的精英样 我抱着胳膊 站在超市门口 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心里一阵冷笑 日子就这样 波澜不惊地过了十几年 小超市的生意 越来越红火 我也算是这片 小有名气的 钻石王老五了 朋友们劝我再找一个 总是一个人过 也不是办法 但我经历了这么多 对婚姻已经彻底失望了 只想守着我这一亩三分地 平平淡淡地过完这一生 直到有一天 我从街坊邻居口中 听到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赵刚死了 是被他儿子亲手闷死的 就为了套房子娶老婆 我听着街坊邻居 你一言我一语的描述 仿佛看到了赵刚临死前 惊恐后悔的眼神 心里一阵痛快 活该 让你当初玩弄女人 这下好了 被自己的儿子送走了吧 真是报应不爽 一阵凉风吹过 我心中的畅快逐渐消散 只留下一种难以言喻的平静 像是暴雨过后的天空 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放下吧 我释然了 全文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